B01第四章 然后写10 我们第一个部分是静心时间 好我们静心 静下心来 看第一个 点出不一样了 中心点 10号10楼 好10号10楼 刚才很简单 我们都要具备一个基本的超能力 好我们来看一下 点下去的时候 这四块要公平 这四块 所以中间在哪里呢 你先凭着你的能力点点看 然后先轻轻的点一下 发现有点歪了 应该要再过来一点 然后再大力一点点 也不用太大 小朋友可能年纪小 觉得力量小就用力的给他点下去 只会说很痛 好那有四块一样就可以了 现场写的这样就要给我看咯 好我们做这个是比较精细的 那用眼比较凶一点 好所以我们像我现场上课的话 都会有小朋友起来走动 然后等一下打勾的话呢 又可以抽奖 所以我们在现场上课也还好 我们不是让小朋友一直坐在那边一直练的 老师很怕小朋友什么笔法写错啊 笔顺又错了 我们写毛笔字也是都一笔一笔了 一笔一笔交 一样也有这个学习单 所以是一笔一笔看看 好接下来点这一个 一样哦你现在轻轻点一下 如果发现不一样有点偏 好我再右边一点点 好老师教你们技巧就这样了 那当然是说一次就要点对了 要不然你像你点都点不好 你字笔画那么多你怎么会写对呢 所以我们这个字算是基本功而已哦 好那现场写的 拿来给我看 然后老师打勾 就可以写下一个 好接下来中左 这是新的哦 中左五号 十楼 好号是横线哦 好号是横线 记得爸爸妈妈如果坐在这里吃东西 在餐厅吃 他说你们来找我哦 我在几号几楼 好那你们看他在几号几楼 0 这里20 然后中间就是多少 10 好那目前要找这个爸爸妈妈在这里 5号10楼 所以5号在哪里 这里 好这是一栋大楼 5号的话 这边全部都是5号 好 眼睛要扫上去哦 那你们不能这样画哦 那个手机又放了 老师要离开一下 好 大概这样子 10楼跟他一样高 好点轻轻点 如果对了再点一下用力 不要也不要太用力 好一样现场写了 拿这个给老师看 好看好之后如果对 就写下一个这里 如果错了要继续修正了 不要急 静心时间 做事情要公平 好同样的道理 我们直接点这个 这两个的中间就是5号10楼了 轻轻的 然后看有没有公平 好 你看有点不公平了 对不对 我的超能力太弱了 好 再左边一点点 这样子 那老师刚才讲的 最好都一次就写对哦 好 这是 5号10楼的部分 如果对了 就会打勾 第三个 就要自己举1 反3 先找出几号 15号 好15号就在这里 那他的意思 中右 中间的右边 是这里哦 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公平 有 好在这里 确定之后点下去 好 其他就是依照 我们这样慢慢写过来 老师就不用讲了 懂了就好 这个就录到这里